為什麼有時候大家會覺得說 我們的心聲啊 政府單位到底聽到了沒呢 因為或許呢 從這則新聞來看 他們跟我們是不是在 不一樣的世界呢 這一位呢是行政院的主記長 朱澤民 朱澤民呢也被號稱 這個職位呢是政府的大掌櫃 昨天呢在立法院質詢時 真的是讓大家大開眼界 因為呢 這個質詢的時候呢 立委羅明才就問了一個問題 請問主記長 現在一碗蚵仔麵線多少錢 結果你知道嗎 他的回答是 大概一碗20元 我的天啊 我真的很想問主記長 你去哪裡吃的蚵仔麵線 你一定要報給大家知道 20元可以吃到蚵仔麵線 你到底知不知道說 現在的小吃的物價 到底是多少錢呢 聊天室裡頭歡迎大家跟我來做互動 留下你的所在地告訴我 你們那邊賣蚵仔麵線或者是大腸麵線 或者是有什麼特色的麵線到底多少錢呢 好這邊有網友的回報 我先跟大家來回報 在我們新北有一家 料多實在叫做三寶麵線 沒有罵人的意思 它真的叫三寶麵線 因為它加了三種料 加了大腸 蚵仔 然後還有肉羹 這家麵線呢 最近都看到它在排隊 因為它一碗料這麼多 50元 算是平價了吧 加了三種料 來我們來看一下 北中南東 大家的網友的家鄉蚵仔麵線多少錢 網友回報 台北小的55哦 你看我剛說50是不是料多實在了 好大碗要70耶 各位70已經是 現在不能說一個便當了 因為現在70元 一個便當 抱歉你可能也買不到 在台北的話 在台中 好小碗40大碗60 台南呢小碗45在花蓮 小碗也要50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主機長 大概一碗20元 你到底是在哪裡買的呢 好被嗆完之後呢 好今天呢又被問到 請問主機長你是否不食人間煙火 結果沒想到 他再一次的神回覆 告訴大家說 我不抽煙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回答呢 好我們來回顧過去呢 他也曾經說過 一些有關於這個物價的部分 讓大家覺得很難接受 你到底知不知道 現在的價格是多少呢 首先來看2018年 當時就被問到說 滷肉飯漲多少錢 應該是跟豬肉漲價有關 好但是他當時就直接回答 我不吃滷肉飯 好我覺得你不吃可以 但是你也該知道那個價格吧 再來呢隔一年又被問了 好水餃漲多少錢 好這都是生活日常 好我們一般老百姓呢 很常吃的這些滷肉飯水餃 結果呢他居然回大家說 政院餐廳沒漲 好從這邊來看呢 很明顯啊他就是不知道多少錢嘛 難怪講都講不清楚 專門管物價的主記章說 一碗麵線只要二十元 全民大炸鍋 朱澤民隔天這麼解釋 再讓大家秒崩潰 有聽到那個 說那個 二二二二兩個字 我以為是只有麵線 謝謝 有人說你不食人真煙火耶 那是只有麵線二十元的意思嗎 我不抽煙 是慌了還是耍嘴皮 問你不知民間苦 朱澤民竟然說自己不抽煙 在場媒體全傻眼 這一碗二十元面線的故事 笑歪正結 那有三十五塊四十塊吧 那有買過二十元的鵝鵝鵝鵝鵝鵝鵝嗎 五十年前可以 五十年前可以 標準大二十 小時候 哈哈哈哈 連客觀者都吐槽 這價格真要做時光機才買得到 回顧朱澤民過去三年 不知物價造不是頭一遭 歪樓金句還真不少 滷肉飯從去年到現在漲多少錢 我不吃滷肉飯謝謝 我不吃滷肉飯 水餃漲到五塊錢 來行政院的餐廳 他的水餃到現在 我吃了好多年都沒有漲 有人揪出的主計帳 在大安區有九十八坪土地 加上存款上千萬 主堡上百萬 有人虧 難怪對小老百姓的物價很冷感 網友說你問他乳肉飯 水餃麵線就錯了嘛 應該問他魚吃價格才會答對啦 根本是三寶主計帳 民進黨熱面的國家大長櫃 怎麼會不懂物價 如果自己本身都不貼近明末 那你怎麼可能做出精準的計算呢 那你這個人怎麼會試任這個職位呢 你怎麼去擔當主計帳呢 這種不試任的官員 真的最好趕快回家睡覺 而且他好像每次問他都不知道 坐在房裡面 冷氣房裡看數字啦 必須要真實了解人民的感受 要接地氣 這樣才能苦民之苦 國防部長董軍事 財經首長得董財經 但關於物價的主計帳 卻老是說不出物價 成了政界奇葩 記得吳俊瑋的一璇 SG小組台北報導 好各位 現在知道了 為什麼有時候我們的聲音 政府都聽不到嗎 起棋桃園小的50 大的65 大65還算便宜耶 蘿波頭 這裡的大長面線55 蘿波頭你是在哪裡 然後蔡立委在虎尾 這個厲害 大長面線小碗30 大碗50 波拉一樣便當一個95 沒錯 在內湖現在呢 便當差不多90到100 出頭都是有的 好最近我們就來看了 但是呢 物價都在漲 你的薪水有漲嗎 基本的工資審議委員會 在今天登場了 勞動部長許明春呢 昨天在立院尋達的時候呢 就定調說 調漲的這個勢不可打 而且呢還說呢 最少是會調3% 有希望 勞團呢 昨天就喊出說 應該要調漲8% 月薪要達到26K26,000 認為呢 這個漲幅才可以刺激 內需的效果 而且可以勝過五倍券 那麼工總呢也公佈了 製造業呢 對於調升基本工資的調查報告 多數受訪的產業表示呢 基本工資調漲 其實是會加重營運負擔的 所以不建議調漲基本工資 93%的受訪業者呢 也只能夠接受調漲3% 也就是調漲之後的月薪最低是 24720元 時薪160元 對員工來說當然希望薪水漲了 但是如果對於老闆來說 請了這麼多員工 這麼多的人事成本 會不會讓他的店開不下去呢 好最近網路上就有一篇真人啟示了 實際上的狀況我們帶您來看 到底現在你要去應徵工作 你可以拿到的薪水福利 是怎麼樣一個狀況呢 好這份工作叫做 廠內組裝及包裝人員 而且呢他還強調喔 我們只要男生喔 時間呢就是週間 週一到週五 早上8點半到下午5點半 日薪500到800 但是呢現行的基本工資 每個小時160元 每個月是24000 等於說這個業者完全是低於標準 甚至呢他還規定說 直請男生已經違反了勞基法 指向對的跟小山一樣高 雜物擺在一旁 看似普通的住宅 很難想像 這裡竟然在應徵員工 而且給的薪資引發爭議 頗文寫著急診廠內組裝及包裝人員 要求必須是男性 時間是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半到下午5點半 日薪500到800元 還備註 閒錢少得請勿打擾 雖然沒在明工時多長 但薪資還是讓許多民眾看傻眼 我覺得我不會去 日薪開500塊是只上兩個小時嗎 我不接受 那所謂的一天500塊 是從幾點到幾點 他也沒有說清楚啊 民眾看了大汗離譜 因為現行基本工資每小時160 每個月24000塊錢 這篇真人啟示已經違反勞基法 不過破文的代工業者涉嫌違法 店家這麼解釋 業者強調只是提供場地給代工業者 不應該用勞基法規範 但勞社處得之後也進行調查 勞動部將在8號討論明年基本工資條幅 部長也指出至少漲3% 牽涉全台近200萬名的勞工權益 但諷刺的是南投竟然由業者真人 開出薪資條件低的離譜 違反勞基法法定薪資 記者曾偉翔 韓志欣 王百英 南投資訪報導 感謝大家的斗內支持 歡迎大家來斗內留言 同時邀請大家來到我們的子評 幫我們按讚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大家的想法是什麼 來復仇者聯盟 這個不錯喔 竹記長你快開一家蚵仔麵線 賣20元一碗 標處大碗喔 每一天一定坐滿滿 好遊覽車上門來消費 吃到吃倒你為止 的確現在一碗20 我跟你說 你先不要說不會賺 你應該算是賣一碗 有沒有快要賠一碗啊 因為你看喔包括了成本 人事成本 你的物料成本 蚵仔的錢 面線的錢 你的水電啊 店面裝潢 20元耶 真的不曉得 這個算是愛心蚵仔麵線嗎 好來 謝謝我們的 林陽慧 你也配照 澤民 好謝謝大家 抖內給我們支持 來再來呢 這個話題我們來關心一下 3Q哥最近呢 呃平平的因為被挖出了一些起底的事情 曾經涉及了肇事逃逸 好又被懷疑涉嫌賭博 然後呢財產之謎是怎麼回事呢 好我們先來看到呢 呃同時呢這個是在我看一下喔在哪裡呢 那個臉書啊這邊 好新北市議員參選人錢正宇 他在臉書呢提出了一點質疑 好覺得說呢 陳柏惟在2019年 在選立委的時候申報財產 當時呢只有登記一輛車 明下沒有現金 還有一間呢2016年說在高雄買的房子 好結果呢 來看這個表在這邊 結果呢 他懷疑說2020年1月份他當選之後呢 4月份再進行一次財產申報 好結果呢他就覺得 欸是否其中有問題呢 因為明下財產居然增加到了 441萬元 好乍看之下你會覺得 欸怎麼會選上就多了一筆錢呢 好其實呢陳柏惟他也有出來 而且是深夜喔 趕快現在風頭上很多的問題 開直播告訴大家 這個錢哪裡來的呢 好這個441萬呢 他說這個是選舉補助款 好他也覺得很無奈 好他強調說 這個真的是選舉的補助款 最近他被鋪天蓋地的攻擊 他說對他的人格造成毀滅 那麼錢振宇也表示呢 其實也樂見喔被大家提出質疑 如果說你真的是清清白白 就跟大家說清楚講明白 讓大家可以來接受 好但是呢曾經做過的事情 會不會是錯就是錯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朱立倫今天也談到了陳柏惟 好有關於趙陶 然後呢涉嫌去賭博 還說他去玩快打旋風 根本是謊話連篇 那麼朱立倫呢 今天南下高雄參加了國民黨 高雄市主委的布達典禮 那麼陳柏惟被爆出說 有這個涉嫌賭博的事件啊 朱立倫就表示了 要是要有這個是非對錯 好台中的海線民眾呢 也需要認真問政的立委 而且行為舉止要符合 民意代表準則的人 呼籲大家呢 在10月23號 踴躍出來投票 今天只有是與非對與錯 就是今天民眾對於 尤其是海東海區的民眾 他會針對於他們選出來的 民意代表 第一個在立法院 有沒有認真努力的問政 第二個個人的行為舉止 有沒有符合一個民意代表的準則 我相信他們會做出一個 最理性的判斷 那這個週末開始包括有很多的 我知道很多的立法委員 或很多黨內的同志 都會去那邊跟民眾來訴求 希望大家都能夠出來投票